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政策要推行应该要有其必要性 我看不出这个改名字的必要性在哪里 请高工局要出来跟社会大众说明 要不然让地方政府平白背着黑锅 地方首长立委气炸 结果连交通部长林佳龙都留言说 身为台南女婿 看到这样的指示牌更新也一头雾水 局长下台 他必须要负责 暴声隆隆直批高工局到底在做什么 在地人的反应更是激烈 大部分台南人我看广路上骂得很难听 炮后会迷路搞不清楚地区和路民的连结 高工局发了新闻稿要再更新 一次就做好 很困难吗 我是觉得蛮浪费公堂的 浪费公路然后又改来改去的 招令系的 这一次的台南国道指示牌 从旧版的地区名改成了新版的路民 再改回地区名 一共有三个交流道做了更换 南下北上三十几面的指示牌 花两个礼拜左右完工 当时编列的预算花了八十万元 结果现在确定要再更改 粗估得再编一百五十万 一来一往换指示牌得花两百三十万 炮制的一个更改 要从用路人的角度 不要造成这个混淆 替同仁缓家说应该先做好调查 再做更改 国道台南段的指示牌 改来改去民众都不撒撒 公务员按照都会去的作业程序 却挨了骂 这中间的环节哪边出问题 恐怕换完标示之后得再检讨 三连星王少宇 朱宇荣 综合报道